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 吞噬星空 作者 我吃西红柿 播讲 独家出品 第212集 自己需要的是一个大仓库 在宇宙中 这种为运输业服务的仓库业务是有不少的 一些不适合种植 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段 直接弄出大块大块仓库是有不少的 罗峰 我在网络上查到一个算不错的白蓝星 银河系中的一颗星球 距离地球的距离为1.18万光年 白蓝星上常年处于极低温状态 冷的地方能达到零下120度左右 最温暖的地方大多时候也是零下10度左右 整个星球人口为21亿 因为气温低 所以几乎都生活在城市中 白蓝星的极冷区有长98公里 宽61公里的大型仓库基地正在挂牌出售 这块仓库基地的永久产权价格为8亿云蓝币 之后每年仅需缴纳星球管理税为60万云蓝币 罗峰眼睛一亮 长98公里 宽61公里的仓库基地 不愧是给星球运输用的大仓库 够大 这种仓库一般用的都是一些飞船战舰残海 混合一些残渣等等浇灌建造而成 虽然说很大 可建造着仓库的基本成本 绝对达不到1亿云蓝币 贵是贵在土地上 当然 那种极冷区要建造成人类居住区 成本太大 没多大用处 卖这个价也算不错了 行 老婆塔 联系白蓝星那边贪妥这事 罗峰直接道 此次谈判前后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最终和白蓝星管理层谈妥 以80万黑龙币 官方报价1黑龙币等于1000亿蓝币 实则黑龙币价值更高 以80万黑龙币价格 买下着仓库基地永久产权 并且免50年管理税 黑龙币比银蓝币可值钱多了 普通星球居民 一年都不一定能赚到一枚黑龙币 时间天天过去 9天之后 即将抵达白蓝星所在区域的宇宙坐标 320秒后开始宇宙穿梭 黑龙飞船中 控制台屏幕上巴巴塔喊道 罗锋面带笑容 白蓝星和地球很近 才一万光年多点 以黑龙飞船速度 一天就能来回地球白蓝星了 银河系白蓝星 作为银蓝帝国上百万颗生命星球中 生存条件排名倒数星球 被下拍到这里管理星球的管理层 绝对算是银蓝帝国当中没什么背景的 白蓝星北部 积冷区 一座座超大型仓库基地 分散在这一片冰冷大地上 每一个仓库基地建造都非常漂亮 而此刻 其中一座较大仓库基地前 正有着一艘银白色飞船挺着 司长 那位客人什么时候到 我们都在这儿等了半天了 飞船内 十余名人员都坐一起 我说司长 其实合同都签了 他钱也给了 迎接这位客人 根本没必要我们亲自出马 让下面一些人员接待一下不就成了 我们整个部门全部出马 太巧得其他了吧 另外一名端着热饮中年人 慢腾腾道 他们这群人出来都是乘坐飞船 在白蓝星算是很奢侈待遇了 可见这些成员地位之高 而这位司长 更是整个星球几个大佬之一 找什么急啊 回头大耳的司长怒喝一声 随即阿迪声音道 你们这群白痴 防止到时候你们给我惹祸 现在我就跟你们明说了 你们可知道 在虚拟有着网络 我跟这位客人进行签约 虚拟宇宙监督生效 你们可知道 对方的钱是从哪一个银行发过来的 哪个银行啊 诺特银行 布拉星系银行 其他人员爆出银河系线名气较大银行 是宇宙星和银行 肥头大耳的司长低声道 寂静 一群原本散漫喝着热饮的人员 个个呆滞了 惊恶看着他们司长 宇宙星和银行 那是绝对为宇宙中的上层社会人员 强大武者们服务的 想要在宇宙星和银行开户的门槛就是 存款至少为一亿黑龙币 一亿黑龙币 换算成银蓝币 那就是一千多亿银蓝币 一些普通星球首付 也就过千亿银蓝币 而白蓝星首付财产 不过是六百多亿银蓝币 所以 宇宙星和银行 一般都是在宇宙初等文明帝国的帝都型 还有宇宙中等文明国度的重要星球 囚龙星等等星球 还有宇宙国的大量星球中 室友分行 宇宙星和银行 老天哪 真的假的 这群人员彼此相识 都有些傻眼 他们白蓝星的首付财产 都没有资格达到宇宙星和银行最低线 可那位首付 已经令星球管理层不少大人物 热情无比地拍马屁了 当行政官员 军队官员 再捞钱 也比不上一个星球首付 所以 你们一个个给我小心点 司长低喝道 明白明白 放心吧司长 我们一定让客人无比满意 绝对没问题 原本散漫的一群人 各个精神百倍 滴了一下 巴特司长 客人已到 通讯直接转接过来 飞船内响起声音 好的 肥头大尔司长顿时站起来 一本正经 白蓝星的巴特司长 你好 我是罗峰 通讯声音响起 你好 罗先生 我是巴特 现在正是在你买下的仓库基地外 司长一脸笑容 连忙道 还有罗先生 你不用将飞船停在星球停泊港 作为在本星球拥有产业的客人 你可以直接乘坐飞船 飞到仓库基地的 我马上到 通讯结束 快 赶紧下飞船 迎接罗先生 司长猛地看向周围一群手下 是 司长 不管是大富翩翩 还是老朽不堪 这群散漫大爷们 此刻是个个斗志很高 仓库基地外空地上 18名星球商业司属的高层 包括司长 副司长 和16名重要成员 在冰冷天气下 穿着厚实衣服 正在翘首以盼 要知道这鬼地方温度差不多是零下90多度 来了来了 18人眼睛发亮 远处 一艘黑色飞船出现 几乎瞬间就飞到仓库基地前 而后缓缓下降 这飞船船身图案是黑龙 难道是黑龙山帝国出产的宇宙飞船 作为银蓝帝国落后的星球 白蓝星管理层 在面对来自黑龙山帝国大人物 他们自然而然会有一种谦卑 这是黑龙山X系列的 纯黑色 这不是黑龙山X系列飞船中的奢侈款标志吗 其中一个年轻成员惊呼道 黑龙山X系列 最便宜的也是6亿多黑龙帝一艘飞船 据说奢侈款飞船价格更是高达100亿黑龙帝 纯黑色 高贵的纯黑色呀 这一名飞船爱好者虽然穷得很 可挡不住他对各大系列 各个昂贵奢侈飞船的爱好 100亿黑龙帝 这飞船值100亿黑龙帝啊 其他成员各个惊恶主 100亿 还是黑龙帝 那位肥头大尔司长 也不由狠狠言口唾沫 天哪 就算是在银兰帝国最富饶最繁华 权贵最多地方 帝都行 能够乘坐价值100亿黑龙帝飞船的 恐怕也是最顶尖的豪门 一些闯荡在黑龙山帝国的宇宙大商人们才买得起 那种人物 随便一个都能轻易令白蓝星这种落后星球的可怜管理层门下台 哗啦一下 舱门开启 18名白蓝星人员联盟站的笔直 面上浮现最标准热情笑容 期待看着舱口 呼呼 整齐划一的人员一队队飞出来 整个飞船源源不断飞出这等强者 这 这 都是行星级九阶精神念诗 低头看着自己辅助光脑检测 都是有些惊愕 浩浩荡荡的整整一千名行星级九阶精神念诗全部飞出 天呐 这都能够轻易横扫我们白蓝星了 司长等人感觉小腿在发抖 心脏在发颤 他们星球的最强者是一位横星级一介舞者 可是面对一千名行星级九阶精神念诗围攻下 那也是必死无疑 横星级一介 一个 两个 三个 看 横星级五介 又是一队人马出来 这千多人分成两排 仿佛卫队一般 静候他们的主人 而后 穿着简单的罗锋 在三名横星级七阶保镖跟随下 飞出舱门 七阶 横星级七阶 还精神念诗 那些成员们低头看着自己辅助光脑 都感觉嗓子发干 足足三个横星级七阶精神念诗当保镖 这个仅仅只是行星级八阶的年轻人 什么来头 罗锋飞下舱门 看向那迎接自己的十八人 哪位是巴特司长 罗锋道 是我 我是白蓝星商业司署的司长 巴特 肥头大耳的司长连忙上寝 无比千功 天哪 能够出门带这么可怕卫队的 还有足足三名横星级七阶精神念诗 就算银蓝帝国的皇族也没这么高待遇 一千个行星级九阶对他们的震撼 远远不如这三个横星级七阶震撼 毕竟一个横星级七阶精神念诗 聘请价格是远远超过那一千个行星级的 罗先生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仓库基地的一些功能 罗先生请看 整个仓库基地坚实牢固 堪比星级战舰的防御程度 就算地震等等都绝对不会损坏仓库基地分毫 巴特司长热情介绍着 开玩笑啊 这仓库基地本来就是用大量战舰残骸浇灌而成 牢固防御程度当然不会差 长98公里 宽61公里 约6000平方公里巨大仓库 的确让人震撼 在仓库基地中心地带 有一个住宅区 长宽三公里左右 这是 罗峰眼睛一亮 这是住宅区 仓库基地如果要雇佣工人 或者是有人住守这里 就可以在这居住 这住宅区很老旧 罗先生完全可以退到重建 那飞头大尔司长连忙朝后面看一眼 后面的一位白皙青年连忙上前 暗动自己手腕的辅助光脑 滴滴一下 虚拟投影出现半空中 是一栋栋别墅投影 罗先生 需要什么别墅 可以任意挑选 巴特司长热情道 别墅都是那种可拆卸那种 而且坚固保暖 只要将别墅各个部分运送到这里 短短片刻就可以组装成一套别墅 移动 拆卸 安装 罗锋有些心动 地球上 也是有可以移动的住宅的 可是和文明程度高的星球比 就差远了 有没有更大住宅 罗锋看着虚拟投影道 更大的 四掌一正 那旁边白皙青年男子 却连到 更大的还有庄园系列 甚至于还有城堡系列 不过要运过来 是要从其他星球运过来 要多花费一点时间 也更贵一点 这是庄园系列 占地一万平方 到占地十万平方都有 这是主体建筑占地大小 至于院落 要多大 可以扩多大 这里是城堡系列 占地从五十万平方 到五百万平方都有 看着城堡 罗锋比较满意 嗯 来两栋城堡 这个占地一百万平方的 九层城堡 各来一栋 罗锋说道 自己在地球上 过去的那一栋小别墅 明显不够 毕竟自己可是有上千扑从的 而在地球上建造实在太慢了 而这种可拆卸一栋 安装的城堡 自己就算带到地球上 也可以靠上千名扑从 迅速安装成功 这白蓝星 是我将来和宇宙接触的中转站 是我第二居地 得留一栋城堡 地球是我根 当然又得留一套 罗锋暗想 两套城堡 司长等一群人咽咽喽咙 的确不是一个层次的 白蓝星上的巨富们 最多自己建造城堡 而要购买这种豪奢 可拆卸一栋的城堡 成本明显是高很多的 这城堡风格可以任选 内部装潢也可以任选 而城堡 根据用材料价格 也有高低区别 那白蜥青年男子说着 阿尔罗锋则是根据投影 迅速进行选择 仅仅片刻 风格 内部装潢 城堡主体用材 全部选定 两栋价格各为12亿蓝币 共24亿蓝币 如果用黑龙币付款 可以拿到八折优惠 为192万黑龙币 白蜥青年男子 声音都一些发颤 巨款呢 24亿蓝币 比整个仓库基地都贵了 罗锋微微点头 这两栋别墅用材 那可是堪比B级战舰 特别是核心主人卧室 等几个重要房间 更是由C级核心掺杂 是为最尊贵客人 顶级定制的 那商业私属的 一群高官离去之后 罗锋又回到黑龙飞船中 毕竟仓库基地 仅有的住宅区域 又寒冷又破旧 远远赶不上飞船内舒适 宝塔 进入虚拟宇宙 罗锋坐在黑龙飞船 舒适休息室中 虚拟宇宙 潜污大陆之下的 黑龙山岛上 罗锋独自一个人 坐在一家酒吧角落中 意念和宝塔交流 宝塔 开始订货 购买金属 罗锋吩咐道 买哪一种组合 宝塔连忙追问道 我现在靠 毕波随木牙金 同时辅助 相信最多半年 身体素质 就能到行星级七节 念念达到 恒星级一节 可以都到老师 留给我的银行账户 所以购买半年金属量 价格不要超过 一百亿黑龙币 罗锋一年到 金角巨兽吞噬金属 是自己最大消耗 现在才恒星级 最贵最好的金属组合 一年就要消耗超过 六百亿黑龙币 本尊天地修炼消耗 将更加可怕 罗锋现在想都不敢想 行 宝塔迅速开始搜索 罗锋 已经确认 有两套金属组合 半年吞噬金属 其中一套 需要六十二点八亿黑龙币 进行速度提高三十九倍 还有一套为 一百零二点二亿黑龙币 进化速度提高五十一倍 第二套 略微超过一百亿黑龙币 你选吧 第二套 罗锋毫不犹豫 行 那我订货了 我让他们送货到白蓝星 对 白蓝星 迅速将自己事情搞定 当出卖三间念力兵器 护刀盘得到的 一百八十亿黑龙币 购买奴隶铺人 消耗五十亿黑龙币 购买壁波随 消耗两亿多 而城堡仓库基地 相比而言根本不算什么 现在又买了这么多纯金属 自己资金 约为二十五亿黑龙币 巴巴塔 购买紫光鹿 罗锋道 真买啊 巴巴塔忍不住问道 各位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